呃 媳妇 快上船 快 快来 快点 快点 你们看 有狼 快 快 走 光 光 光 快点 低头 快低头 两个女孩 其中一个会弩箭 没事了 小心点 小宝 没事了 想想起们 磕个头吧 爹爹 我一定会回来的 爹爹 爹爹 是 来快点 快点 就是 小心 走 走 来 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阁下想必就是花彬先生吧 在下窦英华乃东庭国相 本相久恩先生是东方先贤之后 本相可是花了五年时间才寻到先生 还请先生随我出山 身为国相却滥造杀戮 怪不得这个国家从来就没有安宁过 一群乙民却偏生于乱世 死与他们而言是最好的解脱 你身为权贵却滥杀无辜百姓 无耻 看来本相想强迫先生跟本相走 那先生也只是一句行尸走肉 本相从不为难本人 但是临走之前 想跟先生讨样东西 你是想要将愿与商讯两本书吧 花家屋你帮村民的命 可在先生您的手里 这两本书背负了天下之重任 未寻得托付之人 是吗 是交给你妻子 还是你那两个女儿啊 我去过你家 在院子里 停着这女人跟小女孩的衣服 那可见你是有妻子有女儿 女儿姑母也有十岁了吧 不对不对 应该是两个孩子 你屋里面还放着一把弩 还有靶子 你其中一个小孩 似乎很喜欢弩剑呢 看来本相 每一句话说的都是对的 那让本相再斗胆猜一下 你带着一个男孩逃来此处 男孩却不见了 那可见 所有人都是从这儿离开的 在这边 追 齐放 快跑 继续 坐 坐 坐 怎么回事啊 娘亲 娘亲 谁啊 insulation 你怎么回事呢 来 永儿 照顾好我们的孩子 快去 父母 父母 母亲 锦绣 走 走 走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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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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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婧 锦绣 去那边 来 牟锦 锦绣 去那边 你看啊 这儿使劲 谢谢你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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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来 快 上来 快点 来 快 上船 锦绣 牟锦 华姑母 媳妇 华姑母 我爹也要死了 花伯父也 小姑娘 需要点什么呀 大叔 这不是一般的老好笔 你说吗 花伯父来了 老伯 伞怎么满 快抽摊了 算你八文吧 多谢老伯 给我五把伞 好嘞 正好五把啊 多谢老伯 过来过来 来 宣将军 这找来找去 也没看见一个女人带着三个孩子 那女人定不会带着三个孩子死出乱村 就是她 站住 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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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人 买把伞吧 多少钱 一百六十文 小妹妹 太贵了 可是 您不是在赶时间吗 你怎么知道 因为您不停在看天啊 爹爹曾经对我说过 一寸光阴一寸金 寸金难买寸光阴 那我要两把吧 多谢夫人 这把和这把都拿着吧 这把更大一些 好 给 陈总理 是豆家上手 这两个孩子到原府后能不能活下来 就要看他们的造化了 你先带他们回去 我还要再招几个孩子送去 是 原将军府兵子弟兵也招得差不多了 陈总理 你们既然够数了 就从哪来的回哪去吧 原家做事 与儿等无关 而谋财害命 巧取豪夺 才是伤天害理 这种人 人人得朱吃 不 你好 先冲 ائ师 那你 谢谢陈锋领 雨淡 拿着吧 冤府在收孩子是不是 我有两个孩子 让他们跟你走吧 冤府的饭 未必有外面好吃 也许你下次再见他们的时候 就是在城外的乱葬岗了 而且 原将军府招务府兵 都是要看天分和资质的 若是天分资质不足 便是与原家无缘了 姐姐叫花木槿 从影过人 善蹊跷之术 妹妹叫花锦绣 洗五刀弄剑 堪比男儿 玉教 本后有要事交付于你 以为原家招募玉为兵为命 将有六子前置的孩子招募入府 细心培养 这一双姐妹 都是原将军府想要的 但 你可想清楚 两个孩子都很聪明 我赌他们 能活下去 我父家 姓花 灵州人 灵州 姓花的 为了 娘亲 包伯母 先吃 木槿呢 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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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输了不准出去 为什么你不听话 发簪是爹爹送给娘亲的 我要给娘亲赎惠了 您哪儿来的钱 爹爹教过我看天 天上勾勾云 地下雨淋漓 我知道会下雨 就把老好笔当了没伞 等下雨时再高价卖出 自己想伤费 你会干吗 我说要这事 我放我们 木槿 锦绣 娘亲对不起你们 以后不论发生什么 你们两个都要好好爱护对方 好好地活下去 花伯母 还有我呢 娘亲 永远都不会离开木槿和锦绣的 是不是 是不是呀 娘亲 是不是 是不是呀 时候不早了 我们该走了 娘亲 他不是好人 娘亲 这个钱 你帮我保管着 将来都交给他们 孩子们就交给你了 娘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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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何不跟我们一起出城 有我在 你们就出不了城 你 是 做好爹爹让你记住的东西 不 Mo 好妹妹 不要 郑大娘 这个孩子叫齐芳 他是个苦命的孩子 带上他吧 你可有什么过人的天赋吗 我会建树 我要保护他们 好 那一起走吧 走吧 娘亲 走 娘亲 走 快走 走啊 娘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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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我 娘亲绝不会离开你了 殿下 殿下 我会为了守护你们的 撤 娘亲 娘亲 撤 撤 这是个三不管的地方 没有人能帮得了你 交出那两本书 我绝不会为难你 我夫君宁可死 也绝不交出那两本书 我怎么可能让他失望呢 小婷 大婚 小婷 大婚 小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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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哪儿 拜拜 爹吧 爹吧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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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放开我 慧儿娘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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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没事吧 怎么样 碧莹 有狼 你不快跑 快跑 快 救命 救命 锦绣 锦绣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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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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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是我啊 你 来 你 怀 亟 � Voll station 亟 性 我想帮助大家的方法了 快 跟我来 锦绣 锦绣 她也没事吧 没事 姐 你的计划是不是失败了 放心吧 我们一切都按您计划即行 对了 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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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开 走开 快起来 蓝宝贱的神爷 大姐 快走 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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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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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枪没事吧 快 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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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走 快走 快 快走 快走 來呀 來呀 來咬我呀 你上來呀 來呀 你 別來咬我呀 你下快 好了嗎 老老 小心腳下 快 陳大人可真是不把自己的命當命啊 來呀 來追我呀 來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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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射箭 快射箭 成功了 我们成功了 成功了 我们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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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终于回下来了 我们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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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了 我们成功了 我们成功了 成功了 承拎 吴义 你 说的就是你 走上前来 陈玉娇 南国因子童妖孽三年未降雨之事 你可知晓 你竟然把这个紫眼睛的妖孽 给我带进府来 我身为当家主母 自然可以行使家法 来人哪 把这个紫眼睛的孩子给我拖下去 仗则二十 凭什么因为我是紫眼睛都断定我是妖孽了 我害谁了 放肆 这个小丫头竟敢如此顶撞夫人 将这板子再加三十 拖下去 夫人 晓晓 陈统领 晓晓 莫非你再质疑了 晓晓 开我 侯爷赐以夫人审核子弟兵的权利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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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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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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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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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人都跑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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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 晓晓竟然遇上了你的头 快啊 怎么没害人啊 不是年纪啊 你心里有刀呢 你心里有刀呢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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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 跪下 陈雨娇 你都带回些什么人 打完后把他给我轰出去 莲夫人 陈大娘 把打在锦绣身上的棍子 都打在我身上吧 姐 求你们 不要赶我妹妹锦绣走 我们已经没有家了 要得打我吧 求你们放过五妹 不 答案 很答案 打多少下都可以 但求你们放过他 打我吧 打我吧 不 打我 打我 打我吧 不 打我 求求你拉我 打我 打我 打我了 把他们匆匆给我赶出园府 不 锦绣甘愿意死 只求夫人 留下我的哥哥姐姐们 锦绣 夫人 侯爷网集天下 六个特定资质的孩子 似有大不拒 这五个孩子的名字 都已经写在名册上 交给傅将军沈昌宗了 如果把他们都赶出去 卑职担心 万一侯爷要是清点起名册时 怕是有大麻烦的 货云你起 你也甘愿受罚 执行家法 其他四个我既往不救 别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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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他 夫人 锦绣打不得 因为他是世间罕有的贵人 好大的口气 夫人 不妨 让他把话说完 你要是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我定饶不了你 禀夫人 我们姐妹俩的家乡 是东部的灵州 锦绣恰好生得一双子眸 此乃子气东来啊 夫人 您再看锦绣眉心的朱砂志 这可是 老人们都说 此乃朱雀归心的面相 是好兆统 对 对 紫棋山庄有个子字 我们偏偏是侯爷所寻之人 又偏偏来到紫园 可见 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而这里 又乃传说中享瑞之地 玉秀之所 锦绣的来到 岂不易暗示着 紫园即将紫棋东来 放牧鸾戈 我们姐妹已是原府的人了 定会做牛做马 用一生 来报效夫人救命之恩 解救 夫人 小孩而已 何必较真呢 韩先生 谢夫人过世不久 紫园中实在不能再见雪光了 没想到 在承治下人的时候 惊扰了韩先生和三公子 夫人 这三公子的声音好声熟悉 仿佛在哪儿听过 托这两个丫头之福 三公子回府以后 第一次说话了 夫人 夫人 咱们戎宝堂 还是要给三公子这个面子 这个紫眼睛的 和那个伶牙俐齿的 要真能让紫园紫棋东来 那也是夫人的功劳啊 难得三公子开了金口 还不赶紧的磕头谢恩啊 谢夫人海亮 谢谢三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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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请休息一会儿吧 没事吧 让我先认识你们 谢谢你们 没事 我们是小五姨 对 我们是小五姨 小五姨 来 小五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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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有气 是的 小五姨 挺有气 没事吧 小五姨 什么 你怀疑花家姐妹 是花冰的后人 前不久 窦英华未逼花冰出山效力 血洗了她隐居多年的花家屋 紧接着 这花家姐妹就到了原家 两人又如此地不平凡 所以 我今日才劝夫人留下那二人 待我细细观察观察 且我同时怀疑 三十二字真言 怕是已经被侯爷给破解了 以往招募府兵 都是下面各迎头的事 今年却是陈玉娇亲自出马 密党由侯爷一手掌管 连我都拿不到 甚是奇怪 且那花家姐妹乃双生子 双生子弹 龙竹九天 就算他们是花边之女 天下双生子何其多 就像那个贱人现实 当年不也是产下了双生子 最后还不是一个妖王 一个瘸了 夫人 这可是侯爷不让提及的打击 如今大公子便成为智 二小姐是个女子 三公子是残废 四公子乃胡姬所生不服礼教 只要我生下儿子 区区原非白 又算得了什么 碧勇 碧勇 你看得明白这个吗 这是金谱 猪王 猪 成 狼 梦 回去吧 冰王 冰王 你们快走 这里有我 走啊 走 你们放过我吧 我娘 我娘是紫园的管事 她可以给你们钱 她可以给你们钱 我求求你们 我求求你们 我求求你们饶了我们 快走 走 这群死士 不怕他不怕死 要不一定不是正常人 碧莹 还记得那张琴谱吗 快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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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 碧莹 快跑 那边有出口 快跑 快跑 柱子怎么会是空心的 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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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啊 走啊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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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不要乱 屋里必有出路 我们四处找找 这两条路为一生一死 万一做错 将万劫不负 那该怎么办呀 左边这个 乃是神兽白泽 善人语 乃祥瑞之手 这个 乃是最爱吃人的凶兽 古雕 我想 这白泽之门 应该就是生门 为何是四难所指的生门 竟然是刻着古雕的死门 不对 你 回来 不能去 不能往哪儿走 生命有诈 千万别进 走开 别拉我 我不想死 我要进四门 快 跟我走 去四门 快进去 快 快 锦绣 锦绣 小心啊 宋大哥 你是怎么知道 这死门才是生路的 因为生门的门口 落满鸟粪 而死门的门口 却干干净净 鸟从洞口飞入 如果里面是生路 它们便无需返回 所以门口自然干净 只有遇到危险 它们才会原路返回 在惊慌中留下粪便 所以 一片生计的生门 其实 是死门 反而干干净净的死门 才是生路 原来 这射击官的人 是有意反其道而行之 箭头有毒 怎么会有毒 以前都是没有毒的呀 去西枫苑 禀报韩先生过来 西枫苑路途甚远 该启程了 是 我已经安排好 会派人先拦住 韩修竹和原非白的 一旦东营的头领 去不了城里的现场 那城里选出来的人才 可就都是我们吸引的了 我会派人 沃组 作词 木槿 你在照什么 之前走了三次 我都没有犹豫到这幅壁画 这个镇的感觉太熟悉了 要是我没有记错的话 这上面一定有提示 可是这些壁画能有什么提示 奇怪 这上面为什么要画精卫填海呢 木槿 为什么我们每次都只能绕回原地呢 山海经约右北二百里 约发阵之山 其上多正物 有鸟烟 其壮如乌 闻手 白慧 赤族 名曰精卫 这只鸟的形状 正如山海经所言 是精卫 出口 圆神 我们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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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子 救命啊 方子 你别乱动 方子 你放手 我不想连累你 你闭嘴 抓住我 爬我身上去 我十到三 从我身上跳过去 一 二 三 你 你们三个 也从我身上踩过去 如今西营虽然归大公自管 但夫人还是让我告诉你 别忘记你是姓连的 这紫园真正的主人是谁 在下比任何人都清楚 放心吧 人些孩子福大命大 一定能够出来 大公子 这是怎么了 无碍 轮子坏了 素辉现在回马房换个车子 三弟啊 既然腿脚不方便 就不要到处乱跑 多谢大哥关心 这都是天意啊 天意 驾 太奇怪了 紫园上下所有的马车 不是驶出去了 就是正在修理中 咱们根本无车可用 哪有这么怪的事 这果然是条上路 一直走来都没有机关 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 得抓紧时间了 来 这是啥呀 我猜 这是打开最后那个铁门的钥匙 看形状 应该是有四块组成 我只有两个 我只有一个 果然还是弟弟妹妹们聪明 俺怎么都没想到 那要这么说 咱们集齐钥匙 打别那帮人 就能出去来啊 没错 可是 我们还差一块 大家都没事啊 怀安 你没受伤吧 我 我没受伤 你是什么事 你那是个大枚 你哪有什么事 哪有什么事 你那是个大枚 怎么不把你 你那是个大枚 我av 你弄我 你呢 哪有什么事 我已经想到今天 我来帮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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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锦绣 大哥 好 大哥 快把他们的金针法啊 快 好 好 好 木槿 你怎么知道死是头顶的钢针可以控制他们 我弟弟曾经跟我说过金针控人之术 还查最后一块铁片才能开启铁门 只剩不到半个时辰了 各位好汉 城里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如果我们再继续在这里打下去 我们都会死在这儿 莫非 你想让我们放了你们吗 木槿不敢 我只是好奇 你们为什么一定要杀了我们 我们那原家战俘 杀了你们 拿着你们的绣带出去 我们才能重获自由 原家可规定必须杀了我们 拿到绣带才可以吗 他们只说要我们不择手段 取绣带为证 那么原家并非规定 必须要杀了我们 既然我们无冤无仇 我们为什么不合作呢 我们把绣带给你们 你们一样可以重获自由 我凭什么相信你 原家又凭什么听你的 我花木槿向神灵启示 出去之后 定会为你们争取自由 如果争取自由失败 我愿一命还一命 好 我就信你一回 당히厉取野 JD-16快走 快走 走 快走 走 走fahren 走 jeg 柳村馆 是这个是怎么回事 属下至上王业之命 操板城里而已 这里面究竟发生什么事 属下实在不知 戴教徒 马上准备东西救人 是 陈统领 似乎忘记成立的规矩 这万神哭是柳先生 亲自渡宫建立 未到时间便倒塌 难道就不怕侯爷追究起来 要负责吗 陈统领未经证实 便一口咬定这是刘某所为 不知何意 你 快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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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是废人 出去人是没用的 你快走啊 胡说些什么 要走一起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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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爹 起来 王爹 快把他放我背上 我找到山门了 王爹可以出去了 快走 走 快走 慢点 木槿 是这里吗 锦门疏火 意味着点燃这个之后的那些炸药 我们现在就把它炸开 哎 不行 谁知道炸药有多少 会不会炸死我们 我们要是不炸 我们一定会死在这儿 炸了我们还有一半的希望能出去 炸 炸在这儿 怎么都是死 对 不容一世 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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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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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头领 萧义及子弟兵估计十二人 平安提大 快 去通知侯爷 能从城里走出的人 都是栋梁之才 原府绝不会亏待大家 自我介绍一下 本人原非清 乃西营主人 这位是涉帝非白 东营主人 东西二营 欢迎大家 兄弟们 走 我们自由了 来人哪 将这些战俘拉出去处死 是 好 刘元生 你出尔反尔 你们的任务 就是考验这帮子弟兵 既然未能完成任务 就没资格活着 刘先生 城里的规矩就是 我们取得钥匙 此时我们拿到我们的绣标 并未规定 我们双方不能合作 刘先生 请你放过他们 你们是原家的子弟兵 无论用何种方式 通过考验 都算过关 可这些战俘 依照原家的规矩 未能完成任务 就必须立刻处死 还愣在那里干什么 可这些战俘 你走开 刘先生 原家已得服人 以礼处事 乃是原侯爷定下来的家规 你们要是现在这么做 传出去都不好 既然侯爷 将操办城里的权力 交予刘某 刘某就有权杀 这些未完成任务的战俘 大公子 原家是不会这样做的 是不是 求您饶过他们 三公子 求您救救他们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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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给你 也许我们哪天还会见 不 你别在这儿跪着了 赶紧走吧 原家自持已得服人 已礼处事 原来都是骗人的 住嘴 原家的德行 还轮不到你来评判 已杀服人 已报处事 原来才是原家的家规 你放肆 胆敢如此顶撞 来人啊 即刻将这女子 仗毙 是 且慢 大公子 大公子可是主子 花木槿为了这些战俘 如此拼命 真是愚蠢 要是没有他们 我们早就死在万神窟了 柳先生 木槿不过是口不择言而已 不至于仗毙 莫非 陈统领 是觉得辱骂原家与原侯爷 是件小事 拖下去 扯下 你们五个 是想造反了吗 你们给我住手 田统领 木槿没有错 把这五个人 也一起抓起来 住手 获因我起 请您放了他们 原家 不需要不服管教之人 拖下去 立刻仗毙 刘总管 若还有人 要为这帮贼子说话 一并仗毙 我是将死之人 也没什么好害怕的 敢问刘先生 比起木槿辱骂原家 和存心海色 所有子弟兵相比 哪个罪名比较重 看在你身受重伤 我就不与你计较 来人 将他拖下去疗伤 不急 把什么话都说完了 再走不迟 我乃原府家生子 历解城里虽难 但我知道 必定会留下圣门 但这次圣门被设下陷阱 所有石柱被掏成空隙 只要门一打开 神像就会倒下 石柱立刻坍塌 莫非 你是在怀疑 是我让万神窟坍塌的 我们都可以证明 万神窟坍塌 那是人为的 我们都懂作证 我去看 参见大公子 城里进行得如何了 柳先生 回大公子 一切即将见分晓 他们在那儿 锦绣 大哥 二弟 你们都没事吧 没事 没事吧 木槿他们呢 大哥 二哥 大哥 二哥 还好林神医的马车 刚刚出府 他的马车啊 那叫一个速度 拜见三公子 参见大公子 太好了 三弟 你终于来了 柳先生 这你可得要做一个解释啊 这万神窟 本来就是前朝留下来的遗迹 刘某不过是进行家宜改造吧 这里面的危险以及机关 他们全都是前朝留下的 与我何干 大公子 三公子明鉴 万神窟的空心石柱 乃是新砌成的 此事也被人下了不怕疼 不怕死的药 今日之事 我定会彻查到底 但大公子 三公子 如此咒骂原家之人 新日必须处决 小五医不能杀 万神哭到他至今 是他们救了我们所有人的命 是木槿发现了八卦阵的秘密 我们才发现了另一处生门 小五医们一起破解了墙上的机关 我们这才逃出生天 若杀了人中龙凤的小五医 那试问 城里的意义又是什么 小五医 是什么时候听到过 原来是他们 先得而后才 小五医以怨报德 纵使再有才也不能重用 拖下去 慢着 我以西营首领的名义 收留这五个人 我想 你应该无权处置吧 停手 老夫乃东营韩修竹 恭喜五位得大公子台爱 老夫认为西营尚武 东营尚志 我想东营应该更适合 你们其中几位发展 韩先生 凡事可都要讲一个 先来后到不是 东营也不和大公子强 我们只是要这姐妹二人 就可以了 韩先生 巧了 我也喜欢这个叫木槿的丫头 大公子 韩先生 若东西营 谁可以放死士们离开 又可以为万神窟死去的子弟兵们申冤 那木槿就任其为主 久死不悔 今日之事 我必定会上报给侯爷 我倒要看看侯爷会如何处置这些辱骂原家之人 收留此女子之人 也难逃家归处置 柳总管 你分明就是想东西营不要收留我姐姐 大公子 三公子 韩先生 柳总管 大家不要为了一个木槿而伤了和气 侯爷有令 成礼结束后 东西营选中的人选 分别写在纸上交给他 最终由他来分配 既然如此 那刘某更有责任 要将才德兼备之人交给侯爷 辱骂侯爷 诋毁原家 家规清清楚楚写的 就是账笔 来人 拖下去 姐 要死一起死 好 我们 锦绣 走 锦绣走 姐 大哥 二哥 三姐 替我照顾好锦绣 走 木槿 走 且慢 咒骂原家 辱骂父侯 死 太便宜他了 那不知三弟 想要怎么处置呀 你叫 小女子花木槿 死罪可免 活罪难逃 我要你每天都在杂役房做苦役 你可甘心 多谢三公子仁慈 多谢三公子仁慈 账则三事 大哥 柳总管 可满意啊 好吧好吧 只可惜呀 错失了一个人才 好 木槿姑娘 你莫要因我们而断送了一生的前途 今日别放弃吧 我竹营认命了 我们也认命了 只有先活着 才能谈论以后 三公子 请你恪守诺言 是 侯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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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里的结果出来了 这次城里是原家历来最难的一次 活下来的子弟兵居然有十二个之多 真的没枉费我隐藏起来的琴谱 还有那逃生的井门 只是不知这十二人中 谁才是这六子之心 肯定有人指引这子弟兵 去到了逃生的井门 这个人就是六子之首 协助这个人救出子弟兵的 就是六子 城里所发生的一切 这几个人是谁 你这就去查 是 不知侯爷打算如何处置荣宝堂 莲氏和柳颜生沆瀟一气 祸害紫园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我自有办法 恭喜侯爷 侯爷 刚刚从荣宝堂传来的消息 莲夫人有喜了 这个孩子来的真是时候 不仅是我今生的依靠 更是我的护身符 成呢 海先生 让林神医为华木锦治疗伤势 别让她知道是我 二爹 你说这三十板子 打在咱们身上都未必受得了 更比说四妹这柔弱的女儿身 也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 对了 东颖的金创药最好药 大哥带了吗 雷医 你说 你说光在这瞎着急 这最关键的事怎么办啊 我现在去拿 快去 等我啊 等我 难道我们这一辈子 都要任人欺负吗 锦绣 你要是再这样的话 你这紫棋东来的眼睛 就要变成红月灯头了 碧莹 我们眼看会被逼分派到不同的阵营 但是 我们每月初一 一定要去一次 好吗 一米 先生 请 谁啊 敢问 可有一位花木锦姑娘 是否需要问人 是 您是 我是府上新来的大夫 奉陈统领的命令 前来为木锦姑娘 看病的 方便进去吗 方便方便 您进来吧 走 身高好痛 好痛 奇怪 是我记错了吗 好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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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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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木槿 这是你干的 这个是我新发明的自动刷马桶工具 在那个竹筒上面打一个小孔 然后把木槿和马桶放在一块 在木桶里面换水的时候 这个水会在马桶里面四面八方地喷水的 在推动的同时 这个巨大的马桶刷 还可以在马桶里自动地洗刷 还可以在马桶里自动地洗刷 既然你那么喜欢马桶 你就给我顶着马桶跪着 不准动啊 这个孩子是我现在唯一的盼道 可凭什么 原非清文不成武不咎 却能作用西营 我孩子的西营 也不是 盐生跟随夫人这么久 夫人的不容易 盐生都看在眼里 你说 如果这个时候 原非清出了一点意外 桂花 gros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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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ci iphone 娘头 娘头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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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呢 洗衣服 谁让你们在那儿洗衣服了 今天在下边刷马桶 还有那个 他叫花木槿 什么破名字 以后在这儿就叫木头花吧 木头 桂花 带他刷马桶去 是 木头花 走吧 去 都放下手里的活过来 快点啊 那个 都分配一下啊 你们每个人刷多少个马桶 我两个 我两个 木头花 剩下的那些全是你的 我是这儿最年轻的 就是该多干点 木头花 刷马桶得要刷子 谢谢 木头花 骂了呀 说得也是 本来可以去夫人和小姐们那儿 做个武士机的 没想到现在是 落魄的凤凰 不如鸡哟 再落魄的凤凰 看能到咱们杂衣房来吗 你说得也是 杨卓说了啊 谁洗完自己手上的码头 谁就不能回家休息 快点啊 我都被洗完了 我也快 如果有些木棍 舟棕和绳子 应该能帮上不少忙 怎么样 接下来 我都有人带她 都照顾我们把他的车身分 一分钟 可以去那儿 你去哪儿 他都能把车身分 或者是可以自己去哪儿 你叫我吧 好 卓您去哪儿 我都能把这儿 你去哪儿 二哥 你怎么来了 帮你刷马桶啊 二哥 你不该干这些事的 你啊 总为了保护别人 挡在前面 这次让二哥帮你一块承担 好吗 二哥 你真是我的好二哥 可是 这么多的麻婆 我怕是天黑也刷不完了 那就一起洗到天黑呗 好 谁说的呀 大哥 大哥 你怎么也来了 你先别说我 你看看那边 锦绣跟碧莹给你带的慰问品 哥那儿了啊 大哥 大哥 你 你怎么把这放那儿啊 那儿都是没洗过的马桶 好 不过没事 大哥给的 我就吃 好吃吗 好吃 有大哥 二哥 我真幸福 木槿 木槿 不管到什么时候 哥哥们都是你的靠山 没错 我们上马桶 好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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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呀 我 好 三爷 我回来了 三爷 我按照您的吩咐 已经把药给花木鸡送过去了 您猜我看见什么了 那个花木鸡的床就在毛坑边 我估计啊 那个花木鸡马上就变成一只臭木鸡了 三爷 你 你怎么了 三爷 你不舒服吗 没有 算了 算了 既然三爷不想笑 那素辉便早早伺候您睡觉吧 不必了 三爷 您今天好奇怪啊 平时素辉 不都这么伺候您睡觉的吗 您今天怎么还不好意思了 四伟 我毫无困意 所以不想睡了 我知道了 三爷平时若是不睡觉 一定是想抚琴了 对不对 那三爷今天是想谈高山流水啊 还是平沙诺燕呀 糟了 什么高山流水啊 根本不会啊 要不今天咱们去谈高山流水吧 反正这么洁气 你说对不对 三爷 谈吧 素辉 你你你你 你这臭小子 这么晚了打搅三公子 我我不是 嘘嘘 三公子 这孩子太没礼貌了 我带你出去教训一下啊 打搅您了 我 走啊 你干吗呀你啊 爷们 你干什么呀 我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我